朝鲜半岛危机问题一直是吸引着所有人的眼光 此消彼长的传闻也牵动着投资者的心 但目前来看 这一紧张局势似乎正在得到缓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3月9日星期五 朝鲜半岛危机发酵数月现重大突破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史无前例地向美国总统递出了橄榄枝 邀请特朗普举行会谈 特朗普已经表态接受 而作为半岛问题重要一方的中国在此过程中 处境却显得很被动 两名刚结束访朝的韩国官员 将金正恩的口信转达给特朗普 并称金正恩已经同意叫停核试验与导弹试验 并致力于无核化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 这是和平路上的里程碑 他称 如果朝韩领导人会面后 特朗普与金正恩见面 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将会正式步入轨道 特朗普表示 虽然已经有重大的进展 但在达成牢固的协议之前 制裁仍会继续生效 朝鲜目前尚未对本周事态发展 发表官方的立场 韩国清瓦台国家安保士郑益荣 周四3月8日称 两国领导人可能在5月前会面 金正恩已经承诺避免进行更多的核试验 及导弹试射活动 此前 郑益荣向白宫官员介绍了朝韩会谈的情况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正在准备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 这将是双方首次面对面 可能成为朝韩危机取得重大突破的标志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